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MOOHOUSE 我是阮木华 2024年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年 根据这个易经的挂项 各位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 今年叫做雷火峰 雷火峰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自己去查易经挂项 简短讲一下 雷火峰代表说今年是丰收的一年 能收获的一年 但是形势要谨慎 这个慎思熟虑之后再动 这样子会有急躁 那我讲的急躁就是急 一个吐字在一个口的急 大急大力的急 就是说雷火峰 这个挂项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告诉你 今年是多变了一年 如果你不谨慎行事 很冲动的话 今年恐怕你会摔跤 你有没有发现2024年一开年 全世界的格局就开始出现很大的变化 好像天灾人祸不断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其实真的就很像雷火峰 有雷有火 然后 但是它背后也隐含着 可能有丰收的意味 这是我最新研究今年挂项 易经64挂的一个小小心得 一开始先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好那 当然今年我想 是不是经济能软着陆 会是一个股市再次的重要议题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软着陆的迹象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也未必真的能如人意 毕竟一开年就给大家一个排头吃了嘛 那比如说各位看到 李奇蒙联准银行的总裁巴尔金他讲什么 他讲说很有可能会软着陆 但是升息然而是选项 他说其实飞机要下降 也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也看到 一开年就有飞机下降的问题 所以飞机要平稳的降落不是那么容易 但问题是说后面 还有很多的挑战 他说呼吁所有的在现场 他是一个演讲 在现场的听众大家细请安全带 货币振差都并非是自动驾驶 外然是他不排除还有升息的可能性 他讲说未来面临四大风险 第一个什么燃料耗尽 意外乱流 降错机场 延后着陆 这一些比喻就是所谓软着陆 飞机要下降 他用这样子的所谓机长所遇到的意外状况来形容 当然他每个形容后面都有 他所谓的意义 他说软着陆的情境 还是会面临风险 所以进一步升息还是 不能排除的选项 当然巴尔金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务实 我们常讲联总会的决策官员 就是一个扮黑白脸 一下市场太过热观的时候 他们就会推出一些黑脸出来 压一压市场 让大家不要那么热观 反正他们就是要引导市场的一个方向 但是在去年第四季 反倒是华尔街在引导这个联准会 我觉得 按着联准会的这个牛头喝水的一个意味也蛮重的 那联准会希望把这个情势扭转过来 把这个主控权抄在手上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至于说今年开年的格局真的是蛮惨的是创20年来最惨的开年格局 苹果大跌 美国七巨头短短两个交易日市值蒸发4000亿 你就知道说那跌势有多重 那这个知名的大学教授 美国知名的大学教授希格 他又想说呢 今年他个人是看好价值型股票 也就是说去年主要在涨的是成长型 我们讲说 七巨头啊 平均涨幅达到一倍 涨最多当然回答涨了250% 另外呢 去年底股价表现不如理想的特斯拉 也涨了足足有一倍之多 所以有发现 七巨头真的是这个带动美股上升的一个主要工程 但是呢 希格教授呢却讲说他今年反而是瞄准这个 价值型股票 而非是成长型股票 我最近有发现 我手上一档美股的 ETF BTB 这个比较价值型的一个 这个ETF 最近的绩效有在上来 这个 去年一整年闷啦 BTB超闷的啦 最近呢是有在上来 好 那我想这个 一开年呢 给大家一个震撼教育也不错啦 免得大家乐过头了 我想 乐过头才是 我们最危险 在投资上 最大的风险 也就是说 你如果说今天在云霄飞测上面 把安全带拿掉 两手挤起来 那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古天乐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年到底要投资什么 投资的方向是什么 不管股债 这个投资的方向是什么 以及呢 运用高 这个高股息ETF也好 或者市值型ETF也好 这是古天乐专长的啦 怎么样来创造我们最大的获利 因为毕竟去年 高股息ETF表现的绩效非常好 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他的绩效情况 古天乐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那古天乐一来 我就有信心了啦 这个去年你来 几次都告诉我们正确方向 对不对 我想今年呢 一开年这个震撼教育 让我们都也上了一课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其实去年的整个ETF的热浪 真的是非常的大 因为毕竟呢 投资人去年不管是买市值型高股型ETF 多有赚钱 但你买到高股型ETF赚更多 因为他去年 高股息ETF的表现比市值型好很多 你知道 截至到去年底 台股总共有246档ETF了 总共管理规模高达3.88兆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管理规模 但其中很多一部分是债券 那短短一年暴增1.5兆的市值规模 高股息ETF是投资人最爱嘛 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个 去年新增6档高股息ETF 现在总计已经达到17档的高股息ETF了 那占市场的规模 这个256档其实占比不到7% 但是你知道吗 高股息ETF的规模 市值规模已经高达8500多亿 它其实占整个资金规模达到22% 你就知道这个比率上有点不成比率 所以高股息ETF的规模 每一档都很大都是大胖子型的 那以投资人数来讲总计有388万人 这个388万的受益人数在高股息占市场规 整个受益人数接近到46% 这个也是几乎人手一档 那显示出呢 大家的资金跟热度都集中在这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成立满1年的高股息ETF 它的总报酬率以及呢 2023年高股息ETF的配息率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表上面 非常清楚几档我们把它列出来 00915、00918、0056、00919、00713、00878 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总报酬率 这个年息 这个是2023年韩息总报酬率 非常惊人 6成5成的一个韩息报酬率 还有呢年配息率也相当不错 那另外呢就是说在 股利总计的部分呢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张表 你就知道说呢 去年买到高股息ETF 大概 都有四五成的一个获利 甚至 高的到接近六成 整个韩息的部分 好那这边就要请教古天乐 这个高股息ETF 去年表现这么好 但是呢我们看到一开年 他们也跟着跌了对不对 所以开年格局不利 对那其实这个 刚刚莫娃兄也有讲到 今年一开年这个科技股 就跌了惨兮兮 对啊 所以台股也有受到影响 高股息ETF当然也有做 一些适当的拉回 那其实这个讲个题外话 这我们的网友之前几个礼拜前 都还会讨论接下来 到底要获利了结还是要报股过年 还是要去税公园 结果这一个礼拜过后 那个没有要 没有要那个获利了结的 这声音不见了 因为本来的那个获利空间 差不多也跌掉了 被压缩了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聊说 这一段期间 主要就是因为美股的影响 那至于今年这个高息ETF 还会不会再复制去年的走势 这是现在大家对关心的事 那我自己看法 我觉得这几率非常低 对非常低 哇塞你直接泼冷水 也不是说泼冷水 因为去年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高息ETF 它都是跑赢大盘的 对啊 这个现象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我们知道 你高息ETF每年配5% 6%的 股息给你 你又要他能够跑赢大盘 甚至还有7 8% 10%的 对你又要他能够跑赢大盘 哪有这么好康的 那去年为什么上涨 主要就是AI题材 对 那刚好这些AI题材 他们涨的股票 又是那一些 长期配息稳定 少有波动的 高息ETF喜欢买的股票 谁叫做存股变标股 对所以去年这些高息ETF会涨这么多 某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那这个情况我其实觉得 它是一个 巧合要再巧合的 几率才会发生的事情 对那我觉得接下来 你要再能够复制去年那种表现 几率很低 所以我觉得今年 不过大家也不要太悲观 我是说 不会复制像去年那种一次涨4 5成的走势 但是他的配息率要维持5 6%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因为获利都还是有的 但是价差要像去年那样 不可能 不然 对不对 你其他科技ETF 连往哪里摆 有没有 配息也没有人家多 有涨数人家高息ETF 那收一收算了这样 OK 这个有点醍醐灌顶 在这个礼拜 礼拜天的早上就直接给我们冷水三斗泊下来 这个古天日 有点坏 不过我觉得古天日也是 很诚恳的告诉大家他的看法 另外就是说 但是高股息 如果说 你觉得没有像去年可能表现这么好 市值型呢 我们常讲说市值型的ETF 挑选 挑这种ETF 是不是要找一些有新的选股原则的ETF来挑呢 对那我其实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市值型ETF在过去一年 这个 关注度非常低 原因 因为输给大 配息输给人家就算了 连价差都跑输了人家 不过我要跟大家聊就是说 市值型ETF 其实它跟高息ETF 它是明显区隔的商品 你会注意到 我们现在所有的市值型ETF 跟高息ETF 它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 对 有没有台积电这件事情 当然 因为我们知道嘛 现在这个台股 这个加权指数里面光一档台积电 这个占比就高达了27% 所以 你在买这个市值型ETF 它的差别主要就是在台积电比重的多寡 如果你过去是买这个高息ETF的投资朋友 你今年如果要买的话 我觉得倒是可以配这一些 市值型ETF 机器比较低是这样吗 对 那再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统整了最新的 这一个 市值型ETF的表现 那大家可以看到去年 表现最好的呢 都是台积电占比比较低的 这代表什么 去年台积电表现不怎么样吗 被打脸了 对对对 但是没办法 因为台积电一档股票就占了 这个加权指数27-8比重 你如果你要追踪大盘的话 这一些持有 台积电的ETF绝对是少不了的 对所以我这边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其实他们主要差别 像现在大家讨论哪一档市值型ETF最好 我认为 这个万变不离其中 主要差别就还是在于台积电的持股比重 那早期的呢 像这个0050 208 还有这个00692 他们都有机会这个台积电占比到48 那未来不会有 因为后面有设一个台积电条款 对不过我觉得 台积电比重是高是低 都是其次 主要还是看 你觉得哪一个 比如说配期期间 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 或是说你希望这个台积电比重不要过高 那你就可以重重去做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六档 算是当前这个市值型ETF里面 比较值得大家去做一个参考的标的 好 这个当然他的台积电比重就从将近三成 一直到将近五成 对如果你当年度台积电表现好 那就是台积电占比高的表现量 就像2020年2021年就是这些市值型ETF 这个大显神威的时候 对 如果说你的这个台积电比重比较低 如果后来是涨台积电 那他们表现一定会落后 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 这个有一好没有两好就对了 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这个高股息ETF 有的真的是涨很多 对 对 你刚讲了吗 今年涨个三成四成 是 那都算少的 对 多的都是五成六成这样的一个报酬率 那买不下去怎么办 合理价我们可以算出来吗 对那其实现在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最常讨论的问题 那ETF到底有没有合理价 对 那我先讲我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ETF根本没有合理价这个东西 OK 怎么说呢 因为ETF它是有一篮子股票 那个股的话 它是有本益比 禁止比可以做一个估值的计算 但是ETF它是一篮子股票没有这些数据可以做追踪 尤其他们又有定期更换成分股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 很多高期ETF它去年涨了一整年 到了年底 它在筛选 替换成分股的时候 它就把涨高的卖掉 换成低的 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个ETF价格都涨不停 不代表它成分股都是贵的 对 它可能已经做了一轮的替换 所以我认为ETF它并没有 有合理价这种东西 对那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点 那再来一点呢 我认为 这个ETF它会不会涨主要还是跟它编制规则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一个ETF 它的编制规则是合理的 是有成长性的 你放心它这个价格一定是 一直往上涨 OK 它不会有那个合理价 你不会像说 台积电涨那么贵 有没有可能跌到100块以下 它不会有那种合理价的空间 它如果 指数编制规则合理 有成长性 它的价格就是一直往上走 照你这样讲的话 ETF我们也是要买强者很强 就是看编制规则 如果你看那个ETF 它比如说三年五年 都在那个价格 还可以让你看出 合理价 超涨超跌的 这种ETF 它的编制规则大概就没什么竞争力 就是说它可能就只是一个区间而已 对 它真的有竞争力的一点 它一定是往上走的 不会让你有便宜价可以买 所以真的要买的话 你觉得它太贵 你反而可以用定期定额 或是 一个定额 每个月3000块5000块 这样子来扣 或是日日扣 对因为它本身 日日扣就有点太硬了 对 最多就是越越扣这样 OK 钱够的人就可以日日扣 没错 或是你觉得它 周周扣 周周扣 周周扣可以 好 我想刚刚古天乐讲的那个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 强者很强 就是说如果它编制规则真的很棒的话 它其实就是股价就会一路推高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高股息的ETF表现真的是完胜市值型 也希望2024年市值型能力增上游 对不对 大家看到 这张表上面告诉大家 这个 不管是最近 去年底 或是说 去年全年的一个状况 他们其实表现的都非常亮眼 接下来要问古天乐产业面的问题 当然今年大家会关注电动车 其实去年特斯拉在年底的时候 股价表现不理想 今年年初股价也表现不理想 主要几个原因就是 第一个特斯拉说什么澳洲 这个澳洲把它车要退回 说什么有臭虫 第二个 我想这个是个小问题 这个 中国大陆工厂有臭虫 应该很容易把它找出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呢 就是说 美国要取消电动车补贴 其中特斯拉 只有三款拿到 Model 3 跟 这个 Cybertruck 都没有补贴 都没有补贴 然后呢 欧洲的大国 德国也说要取消什么 3500欧 什么4000欧的这个电动车的补贴 因为德国 政府财政预算有问题 所以 电动车补贴拿掉 这也是一个问题 再加上呢 大家 觉得特斯拉后面可能毛利还要再继续掉 这个就几个 造成特斯拉这个股价最近表现不理想 尤其是他去年第四季 他的这个交车总数大概差不多是48万多台嘛 结果比亚迪的纯电 已经52万台了 所以比亚迪已经抢走特斯拉 全球电动车 一哥的地位了 那另外呢 美国除了要取消部分电动车补贴以外 你会发现美国的电动车销售成长也在趋缓 很明显 这个曲线图在往下 所以 我就要请教 谷天人你怎么看电动车 而且我去看了一些电动车个股 他们包括台大电 去年前三季 EPS 基本上都衰退 都叫前期衰退 跟这个2022年比的话 他们都衰退 那 基本上 衰退EPS就不是那么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是不是觉得电动车市场是 真的是开始趋缓 那其实我们先从这个广泛面来跟大家聊 他电动车其实 绝对是一个趋势 但是他的成长性呢 一定是会每年都不太一样 那其实我们 阶段性的 对那像其实像我那个 小朋友 他都知道 电动车的趋势 大人怎么会不知道 他是有那个小兵士 对他们那个都已经改成电动车了 已经不吃油了 都是标榜电动车 OK 那其实大家看数据也可以知道 整个2023年这个全球电动车销量 他是开始在往下化 那其实这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说 该买的人 都买了啦 对 那你还没有买的呢 接下来就是 再做一个比较 那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就可以发现 北美呢 他现在呢 其实还是维持一个成长性 那这个 主要衰退就是这个亚太地区 这衰退很明显 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这边 他的产能真的是非常大 像那个比亚迪 他销量已经超过 特斯拉 比亚迪 去年 油电混合加电动 300万辆以上 对那是非常恐怖的 相当 尤其他们 现在又是少数全球唯一可以做到 他那个成本可以压低的电动车厂 那其他的电动车厂都还很贵啊 可是就是中国 他们的电动车的成本可以压得比较低一点 这是非常强大的竞争力 再来这个欧洲地区 目前是磁平的 磁平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对这个电动车未来的一个看法 这个产业 产业成长周期 对那其实他就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非常贴近当前这个电动车的事件 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 前面这个叫早期市场 比如说电动车一开始出来说 很多人觉得很炫 很酷 他想要去做一个长型 这种人占多少 2.5% 那中间有一些人可能觉得 他也可以愿意去尝试这些新的事物 占了13.5% 所以这两类人合计占了16% 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电动车会买的人就是这些人 那中间后面就是这个主流市场 这些都还没有开发 这些人都还没有买电动车 像我就是还在这一区 我也是 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去比较呢 像现在这边就开始 黄色区块就叫实用主义者 就像我们这种人 我们就开始会去比较 你这个电动车跟传统 这个吃油的到底哪一个优势比较好 一条一条列出来看 你这个电池那么贵 我要去山上露营还不行 所有的成本都那么高 那我油钱贵一点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 蜘蛛比较分 我们算得比较精 所以你要让这一类人 去买单他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不过我觉得 像这个 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就是 电动车的成本 能不能进一步下滑 因为厂商很现实 如果说接下来电动车卖不动 他一定投资会放缓 不过你要能够拼得赢传统车 你成本一定要下来 对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绝对还是一个趋势 不过他在这个成本下滑过程中 会拉得比较长 那在这个 拉长的时间里面 他要拼赢这个传统车厂 时间也会拖得更久一点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市场还未来成长 不过呢 就现阶段来看 他成长 会做一个放缓 OK 不过 他还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但是你在 操作这类股票 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 他 最爆发的时间点 已经过了 没错 会藏鲜的你都已经买完了 接下来就是 进入高跟传统车厂 竞争的时代 对那至于概念股的话呢 我这礼拜本来要准备几档给大家看 不用我就直接问你一档特斯拉 你会不会买 你看嘛这个特斯拉拉线形出来 我们有看过技术分析的都知道 他最近这个线形就不太好看 这怎么看都像是那个 一把刀子往下掉 OK 我们也不方便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讲这种股票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 其实这些股票我都在持续观赏 下一次如果我觉得他们OK了 也许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几档做参考 好 确实这个我对电动车一些研究 也告诉我就是说呢 其实今年电动车的事况 可能 可能会比较人 可能比较人 除了刚刚讲补贴的问题以外 其实就像补贴的刚刚所讲的就是 该买的人都已经买了 想买的人都能买了 保守不想买的人还是继续观望 他也带不动那些保守的 另外呢就是说 整个电动车相关的配备 就比如说充电桩 这些问题其实都还没有这个解决嘛 比如说台湾 充电就不方便嘛 这些问题我想 就是会造成电动车 这个 所谓的早期追随者不能进入到这个市场的原因 什么时候会 这个百花齐放呢 当你看到你左边停的是电动车 下你就会想 各位现在有这样状况吗 没有嘛 你进到停车场里面 可能电动车就两三辆而已 不会刺激你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什么呢 我们讲说 今年到底怎么看 这个美股的五大趋势 第一个呢 蓬勃看 降息时间点到底是什么 这也蛮重要 3月5月 还是什么时候降息 第二个呢 大型科技股的成长空间 还有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议题 川普现在来势汹汹 亚洲的风险是日本央行 万一结束了这个大宽松 会不会导致所谓carry trade的问题 中国经济跟印度还要大选 不过 我觉得印度大选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这个莫迪应该还是继续会执政 那接下来 台湾也要选去 没错 1月13号 没错 你怎么看呢 我们今天没有在讲政党 基本上最近蓝天涨 一直在涨停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蓝天一直在涨停 但是搞不好绿界也会涨停 这个大家来请命一下 有白的有绿的 有蓝的都要特别注意 那白的是什么哪一档 这个我还在找 这边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我的看法 因为其实 就像慕娃哥 慕娃哥刚刚说我们这个节目不聊这个政治的东西 对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客观来帮大家整理 因为 不管 我现在看 不管是哪一个执政党执政 拿到执政权 其实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东西 他都一直推下去 就像我们现在 某位候选人他讲的 国家的改变不是一天的 他是会长期持续发生 对那 我这边也整理了几个题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像我们 目前有在推的呢 比如说这个 台电强热电网计划 还有为了因应这个2050净零碳排的这个再生人员计划 还有水资源的也很重要 对 军工题材 像这个 我们 某个国家 一天到晚在我们这个 高空放烟火 所以明年呢 军工的预算 已经拉到6000亿了 对那所以 这些题材呢虽然过去已经涨了一整年 可是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 这国家 他的政策不会只有涨这个一年 他是 因为我刚才讲这个 强热电网计划 还有这个2050净零碳排 他们都是长达5年10年的一个计划 所以这些题材呢 我觉得在今年都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 就政府支出的部分是很稳定的 对那其实我拉了几档股票 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也不是说几档啦 20几档还蛮多的 那这个资讯呢 其实大家主要看我做一个分类 重电 电线电缆 还有军工 还有水资源 对 那 我也跟大家聊一下 我自己有在看 像这个重电概念国 对 就还不错 那去年有一档 最会涨了 华晨就在里面嘛 对 主要就是因为 美国也在 弄这个 这个基础建设 对 那台湾他也有吃到这个相关的题材 那华晨股价都已经涨到300多 还能 再继续 所以我们放这个 在这边给大家看 当然不是要你现在去买 那如果说他接下来有修 因为 股价涨多一定会修正 对 那大家可以做个考虑 不然就是 往其他的同业来挑 像这个雅力呢 他就是沾到这个 台铁民营化 他有一些题材在里面 比如说 大家知道吗 这个 元月份台铁已经民营化了 我知道1月1号挂牌了 对 那接下来 他变成国营公司 对 所以接下来他一定会做一系列 比如说强化这个效率的一些措施 那当中受惠的题材就是这个雅力 雅力受惠台铁民营化 国营化 国营化 那中芯电就不用多说 这重电三雄之一 那电线电缆的部分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强韧电网计划他们也有吃到 那军工的部分也是我们关注最多的 像这个最近这一两年 自从裴若西访台以后 你看这个 两岸的一些问题越来越多 所以政府通常 无论 因为像那个我看每一家 每一个党派的他们的发言都有提到说 这个接下来军工的一个 预算应该会拉高 除了 除了特定的那个 阵营没有提到以外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呢 接下来应该是值得关注 像 我自己有在看就是这个八冠 然后八冠当然它是 它市场主要在海外 那这个的话 因为现在全球也是地缘政治冲突不断 这个也是有吃到海外的一个 军工体产 那国内的话呢 像 我那天听到某一位候选他讲说 他当选后呢 他要来 发展这个无人机 那无人机就是什么雷虎啦 亚航啦 汉翔啦 这些都值得关注 那像全讯呢 就是 有这个 飞弹 上面的一个 晶片 那常用航它更不用多说 那水资源其实也很重要 像现在 台湾 台湾的水资源 这个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缺 因为我们台湾虽然降雨量高 可是通通都流到海里面了 所以接下来这个水资源发展也很重要 我们政府 去年好像也有编一个 预算 四年四千亿 那水资源就拿了两千亿 那这里面呢其实 水资源技术最好的就是 国统 那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去年涨蛮多 那我都觉得这些股票其实它拉回 都可以持续来做一个关注 那国统它水资源它是做什么 国统它主要是做 它有一个那个 那个管 它一个管子 它是有 它是有专利的 对它主要都在 水库旁边 它的建设都在水库旁边 所以它是做工程的 对它其实包了蛮多的 包山包海 对 它其实到处会去标那个这个标案 那接下来呢 它拿到政府的这个 预算 其实也蛮多的 它会去做一个参与标案 那它技术最好专利也蛮多 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来做 那它的 营收就应该是蛮稳定的 它营收会接下来逐年 越来越好 OK 对那其实像这种股票的话 它去年虽然涨了100多% 不过我觉得 这种股票它拉回都可以关注 因为 现在指标股就是它 水资源的指标股就是它 对当然 这个不是叫你现在就去买 听好了 你要拉回 有机会 你再去上车 不要急好不好 最近就在拉回了嘛 对 好那 谷天龙你对今年整个大盘的看法是什么呢 包括 除了这些 军工股 或者说政策概念股 你还有其他看好的族群吗 因为今年 其实我们 上一次节目以来也有聊到说 往年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胖都表现最好的时候 那尤其 现在已经到1月份 对 那 大盘我自己看法 差不多往年 差不多到第一季 就是它表现最好的时候 讲这话我都毛毛的 但是我不是说 最好 这个第1季过来它就要开始下跌 但是以前是有这些 迹象 就23季就会比较不好 对对 尤其像现在第1季是这个半导体的淡季 所以 我觉得主流都还没有发动 的情况下 可能第1季它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 建高或是做一个高档 震荡的一个情况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一段期间大家 反正 要大选了嘛 怎么题材 这个 都等选后再说 所以你这段时间大概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那国际股市的部分呢 接下来 也进入 一开年就 年五天修正嘛 对那接下来 我觉得在大概 过年前 大家就是尽可能的 比较保守一点 那我觉得 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呢 大家在第1季末会比较明朗 那到时候 如果你要在 在 进场再来 做一个选择 那我觉得今年呢 应该不至于像去年一样 涨这么多 对不过呢 也不至于说 马上修正个30% 40% 大概率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30% 40%不还得了 对 要把去年涨全部吐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就是走一个震荡行情 所以说 OK 不要想说每一年都可以 都可以涨合两三层 最近这五年我后来去拉那个年度绩效表 大家知道吗 我们大概在 2019年以后 每一年它上涨都是跌20%起跳 对 2019 2020 2021 这三年都20几% 20几% 就这个 这个2022年不好 跌20几% 那去年又26% 还原全期是31%以上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股市涨成这个样子 那你要回头去看更长的历史 其实更久以前 差不多它会涨每年就是10% 20% 很少像这样子 连续这么多年 每年都涨2 30% 很少见 所以 很多股市 这个投资可能最近几年才刚开户进涨 他就觉得 怎么股市印钞这么简单 但我要跟大家聊就是说 如果你把眼光拉长到更远 的过去历史来看起来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我还是 忍不住要跟大家也不是说 泼冷水 提醒大家就是说 去年 涨30几% 那前年大前年 也有涨2 30%的 所以今年呢我觉得 就算他没有下跌 应该也是要走一个盘整 他不可能一直往上走 对所以 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 就是 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这样子 我想 古天特提供大家这个讯息 也非常中肯 对 的确都已经在万八了 是一个非常高点 是 历史高位区 那你说再往上就2万了嘛 当然也有人看2万甚至更高 但重点其实空间其实也不大 如果你绝对指数空间来看 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但是下去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 确实我们今年的一个投资上面来看 雷火峰 又来了 好 最后要请教古天乐几个问题 你能回答就回答 不能回答的话 你就跟我讲 我们看了怎么办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杠杆行美在20年 像获益10%该跑吗 短期可能有什么风险 对 那其实 好可以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 就这位朋友就 很可惜 因为我们节目 可能没有办法贴近 那么 及时的回应 对 我看他是两天前 两天前 现在应该没有了 对 这个现在应该没有 没有10% 回应了 但我要跟大家聊的是说 这个美在20年杠杆行一天 我觉得他其实 不 我觉得不太适合一般投资人 怎么说 你看 你比如说指数 两倍ETF 我觉得还可以买 那你说美在两倍ETF 这个牵动美在涨跌的因素 真的太多了 你知道那个人家经济学家 那整栋楼都在研究利率的 他都不见得能看得准 那你去买这个 他其实风险就 蛮大的 有一些赌的成分 对这个利率谁决定的 因为债券 ETF他就是 取决于利率的涨跌 利率谁决定的 FED FED里面官员 每个都是天才 十几个 你要知道他们十几个人心里在想什么 难度很高 所以我觉得 可以的话 你要做这种杠杆新ETF 以股票的为主 像这种债券ETF 一来 他的变数非常多 二来 你怎么会去奢望说这个债券 涨的比股票还要多呢 就算是两倍股票还是涨的比债券更多 所以短线上面你觉得就要跑了 对 而且我看了他过去的走势 不好意思 又破了一个冷水 他从最低点上海已经涨40%了 你还希望他涨到哪里 你40%里面给你赚到10% 已经很开心了 真的 现在已经没10%了 对 如果你还有赚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它换成 不要杠杆型的 因为一般的起码 就是他起码还有配息稳定 对 就算他没有 价差让你赚到 起码还有这个固定配息给你 这样会比较好 或者说你 你赚到那10%的获利的部分 对 你可以换去你刚刚讲说这个 没有杠杆的美债ETF 是 本金先收回来 没错 基本上 大家记得一个原则 杠反型ETF只能做短线 对 杠反型ETF没有人在做长线 所以 行李停损有赚要跑 这个是杠反型ETF很重要的 原则 接下来问一下大树 目前本益比将近60倍 还推荐吗 这个应该不是古天乐推荐的 是某位推荐的 我们也很收集的朋友 未来的成长性在股价 上会不会已经先行反应了 你喜欢大树吗 我其实蛮喜欢大树 因为像我之前都会去那边买一些 这个医疗用品 OK 对 这个我们网友说 有没有推荐 再次强调 我们这个节目 受金管位监管 不能推荐 好不好 不要说推荐 讲那太难听了 有没有介绍 这样子 看不看好 对 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 对那其实大树这一档 股票 我知道 这个市场上可能有 比我更专业的专家在看 我也不好意思在他面前 关公 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 这样 比较详细的说明就留给他来 看 那我自己来看大树这一档股票 他其实资本额不大 对那他的这个交易量比较小 所以他呢 这个涨跌 我觉得会有比较 比较具有变数 不过 他其实本业算是 没有像科技产业波动这么剧烈 对他是一直在斩电 对那我相信他的政策应该是想要走一个规模化 那这种股票呢 因为他过去几年真的涨太多了 对那就算他现在要继续涨 我觉得应该也是要拉长时间 就像电动车一样 他那个 又可以拿那张图出来 有没有 这个前面这个 这个市场 现在大概已经到 现在大概已经到这边了 对那接下来成长会放缓 那就等他这个规模的效益 看哪时候出来 那我自己看 这个 大树呢 前景应该是还不错 不然他的股指也不会这么高 然后都不会下跌 对 但是你要他再能够 比如说一个 一两个月让你涨个 20-30% 这种机会很低了啦 不过你如果说 要长期持有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当然 我们那个 节目另一位专家改天可以来请教他一下 我们就是 今天的这个 根据我们现场网友提问 就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样 确实这个回复也很中肯 基本上 大树 或者统一超 类似像这样的通路股 他们本来在法人的眼里就享有 相对比较高的本益比 只是说也没有高到60倍这么高的本益比 那 我是不知道大树未来 股价有没有反映 股价有没有反映他未来的成长性 但是从 技术面可以看到 大树其实除完息之后 他的股价其实是持稳的 除完息他没有填息 然后他的股价在低档 其实量缩在做整理 那只是说整理到什么时候 如果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整理完末端不是上就下 是 那这个提供给您参考 我也不知道他会上或下 我们就看他怎么整理 整理完之后他趋势跟方向会出来 今天非常谢谢股天乐 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想这个礼拜 六日两天 大家如果看我们节目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的心得 那提供给各位 2024年 操作 跟投资的策略的参考 我是阮木华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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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